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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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成佛还是要你自己修? 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经常对一些道友说 你不要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的 这个道场结束了又再赶那个道场到处当一工等等 你在家好好静坐一下 观观心 念佛也好 念经也好 这才是你真正能得到的 因此有些出家师傅就骂我 你老了 胡说八道 大家都不来寺庙 我们不都饿死 我也就不敢多说了 其实应该是你自己来修行 等你修行有功夫了 才可以东奔西跑 现在我们修行的力量不够 自己又没有做什么善事 跑跑寺庙 到处看看 随喜随喜 这样也可以重重善根啊 你来生是不是还能来做人? 是不是还能得一个瑕满人参? 是不是还能遇到佛法? 这就很难说了 《地藏经》上说 能闻《地藏经》再不躲三土 但是《地藏经》没有说 你不用再继续修行 不躲三土了 就能保证你成佛吗? 《地藏菩萨》没有这种力量 是因为你念了《地藏菩萨》 念了《地藏经》 你的心跟地藏菩萨结合在一起 这是你自己的力量 相信自己 请大家有信心 别忘了信心 信你自己的心就是佛 信心是佛 信心做佛 祝大家早日成佛 祝大家早日成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